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Ghostbusters 大家好,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大家好,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這款文件就是The Last Knight Voyager Class Hound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包裝 在盒子的正面這邊有探長的劇照 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下面這邊AutoBot Hound 旁邊這邊Transformers Premier Edition 你看到盒子的後面只是它的商品圖 人形載具它的變形步驟是21個變形步驟 那這邊則是一個推坑圖 這個Megatron我已經介紹過了 還沒看過的人趕快回去看一下 旁邊這邊還有Hound的一個插畫 看起來是相當的不錯 那這個盒子就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我們看到玩具的本體 首先我們先從載具形態開始看起 那這款玩具有附帶一張說明書 跟Megatron的說明書是一模一樣的 打開來是非常長一條 然後裡面的圖片看的是不清不楚的 講的也是不明不白的 那這個東西叫它滾到旁邊去 這款電影第五集的Hound也就是探長 它在電影第五集改變了它的載具形態 從原本的Oshkosh的戰術車 改變成為了游賓市所生產的Unimark 那這種車子是均名兩用的車子 在電影裡面它還做了一個改造 在玩具的載具形態之下表現的是不錯的 我個人是還蠻滿意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看到它的車頭 這邊有非常多的探照燈 是有上一個黃色的塗裝 然後這個防撞感也是有上一個黑色的塗裝的 整體的質感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車頭這邊還有一個冰式的Mark 那這個東西應該是有取得版權的 才可以把這個Mark做出來 前面這邊還有一些防撞感的刻畫 看起來都是還不錯的蠻屌的 看到它的側面這邊有一些塗裝 那這個塗裝是狂派的標誌 這些狂派的標誌都有一個刮痕 代表說它幹掉了幾個狂派 算是在炫耀它的戰機 輪胎上面有些髒污的舊化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滾動性也是沒有問題 看到車子的側面整個的包覆性以及細節刻畫看起來都是 還不錯的還OK的 車子的後面看起來就稍微零碎了一點 但是還是在可以接受的範圍 它所附帶的武器是直接可以安裝在這個載具之上的 那把它拔起來 這邊就是一個凸跟凹的結合 拔起來之後車子後面這個面看起來是普通 暴露出一些機械人的機械刻畫 那在後面這邊有非常多的圓洞 都是可以跟這些武器做一個互動 或者你有別的武器也都可以把它插在這邊 增強它一個火力 車頭的後面這邊就暴露出它手部的一些零件 看到它的底盤胸口直接在這邊呈現出來 還有它的肚兜也在這邊呈現出來 那其實整體的收納是還不錯的 拿起來也蠻有一個份量感以及扎實感的 它所附帶的武器是這樣子安裝在一起的 那你是可以把它分別拔開的 像這邊有一把大槍還有一把小槍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那中間這個則是連接這些武器的一個部件 在大小比例方面我們拿出電影第四集的Hunt 那這一款是白金五人包的組合 兩款玩具擺在一起基本上尺寸是差不多的 電影第五集的這一款車頭看起來是比較大的 所以會感覺它的載具比較大一點 那這兩款載具型態我個人覺得是電影第四集的做的好一點 原因就在於它上面這塊部件看起來是非常平整的 那電影第五集這一款造型看起來比較零散一點 從畫面比較起來也是電影第四集的這一款 整個包覆性是比較好一點 兩款載具都是一個軍用的車型 那我個人是還蠻喜歡這種軍用的載具型態 擺在一起來看也是相當的不錯 非常的正點 接下來我們再拿出電影第五集的Optimus Prime 我們的大哥 永遠的大哥大哥之中的大哥 這兩款玩具都是Voyager Class的等級 在長度方面來說是我們的大哥藏上一個車頭的 但是這個探長比起我們的大哥後面是厚了許多 在分量上兩個拿起來是差不多的 感覺這個探長好像還稍微重了一點 擺在一起來看也是相當合適的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真實世界的載具型態的 那在載具型態之下我抱怨的就只有在車尾的部份 以及上面這邊看起來稍微零碎了一點 後面這邊暴露出一些手部的關節 其餘的來說 整款載具做的是相當的不錯 我個人是還蠻滿意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種載具變為人形的一個扁形步驟 首先在車尾這邊有一個卡扣 把它鬆開來,把它往後一搬就可以了,搬到後面去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這卡扣鬆開來把它搬到後面去 接下來在車頭這邊以及側面這邊 會形成它的手部 那這邊是有卡扣扣在這個車頂的,要把它鬆開來 鬆開來之後把它兩手分開 接著就可以把這塊面板,把它整個的手往外拉出來抽到外面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這個整塊東西把它往外搬出來 接著把它的車頭分開 分開之後這邊有一個分隔線,要把這個車頭上面這塊把它移到下面去 前面這個保險桿把它推上去 接著把它的輪胎 往下放,然後把它轉到下面來 在這邊是有一個卡扣的,要跟這塊東西扣在一起 那這個東西就把它扣起來 旁邊這邊有塊部件要把它挑鬆,旋轉180度 輪胎是會成為它的腳底的 把它這個東西打開來 再把它旋轉180度 那一隻腳就完成了 另外一邊也是比照辦理 首先把上面這個卡扣把它挑鬆 把車頭移下來 然後把這個保險桿把它往上推,推到上面去 輪胎把它往下放,放到下面來 再給它做一個旋轉 轉到一個正確的位置 那這個東西把它往後面把它扣起來 扣起來之後旁邊這邊有個部件把它挑鬆 把它旋轉個180度 接著再把腳底板這個輪胎把它打開來 再把它旋轉到一個正確的位置 那一雙腳就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來處理它的上半身 首先要把這塊東西把它往下面轉 然後把它整個輪胎搬到後面去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把這塊東西轉到下面來 然後搬到後面去 在這個裡面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卡扣 它是要勾住這一片東西的 那這塊東西就把它放上去 它會自動的扣起來 手把它轉到一個正確的位置 拳頭把它翻出來 翻出來之後再把旁邊這塊東西把它扣起來 稍微的把它調整一下那旁邊這塊東西是可以旋轉的 你是可以把它放到旁邊一點的 另外一邊也是比照辦理 先把這塊東西把它扣起來 扣起來之後再把這個肩膀轉到一個正確的位置 拳頭把它往外翻出來 不出來喔 出來把它翻出來 後面這邊再把它扣起來 手稍微的調整一下 旁邊這些子彈可以把它轉到它的側面來 那一雙手也就完成了 接下來就是把這一塊東西 把它往後翻 翻到後面去 最後把它整個腰往下合起來 那合起來的時候這個頭會自動的彈出來 那1,2,3 那這個頭呢 就跑出來了 那我們這款電影第五集的探長的變身過程呢 就這樣子大功告成了 在變為人形之後呢 整個人物的四肢比例看起來是一個五短身材 那我覺得它的頭看起來是大了一點 不過比起電影第四集的探長來說 整個人物是魁梧了許多 背後也沒有什麼背包 小腿後面這兩塊東西是稍微有點礙事 但是呢 並不嚴重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看到它的頭雕 頭雕呢 臉是有上漆的 那鬍子呢 也有做一個塗裝 這個臉的表情我覺得看起來憨了一點 給我有一種呆呆的感覺 那這次電影第五集的探長頭部多了一個新的機關 就是它這個頭盔是可以拔起來的 那就直接的把它拔起來 裡面是有兩個凸的 對應頭上這兩個洞 把它督進去就可以了 拔起來之後呢 裡面有一些細節刻畫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那這一點的設計呢我個人覺得是 不錯的 蠻屌的 致敬電影裡面的情節 看到胸口呢細節刻畫也是非常的細膩喔 像這裡有手榴彈啊 武器啊 一堆有的沒有的東西下面這邊也是 這個口袋 然後這邊呢應該是一些火藥之類的武器 肚子這一塊東西呢也有刻畫出來還有上一個黑色的塗裝 手臂的細節刻畫也是相當不錯的 旁邊這邊的子彈也是有上一個塗裝 那我覺得這個拳頭稍微小了一點 跟它的頭比起來呢這個頭感覺比這個拳頭大上非常多 那這次電影第五集的探長他雖然有把這個杜兜的樣子給做出來 但是我個人覺得還是不夠大喔 跟電影裡面的形象呢還是差的那麼一點 看到它的腳部呢看起來是非常短的 那為什麼我會說它的頭大呢你看它的頭 比例大概是這樣 所以說呢它的身體大概是五頭身吧 腳部呢也有非常多的細節刻畫以及塗裝看起來是 還不錯的還蠻屌的 腳掌呢則是由輪胎所變形而成的 那我個人比較不喜歡這個輪胎的變形過程 第一個呢在站立性上面我覺得它不是那麼的好 第二個呢它跟電影裡面的腳部 其實不是那麼的還原的 電影裡面的腳掌呢是由非常多的輪胎 形成它的腳趾 並不是這樣一圈圓圓的直接成為它的腳掌 看到人物的後面呢基本上沒有什麼空洞偷腳的問題 那也沒有什麼背包整體的收納是還不錯的 那我個人對於電影第五集的探長的細節刻畫以及塗裝來說 我覺得是還不錯的 但是呢跟電影裡面的形象就是差了那麼一點 在比例上我覺得肚子可以再大一點 那這個頭呢可以再小一點點 讓它全身的比例更加符合電影裡面的形象 那目前為止我認為最符合電影形象的探長呢 就是威將的那款探長 那款探長呢我也有介紹過 還沒看過的人呢可以回去看一下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可動性 首先頭是可以左右但是會被這個鬍子給擋住 上下是一點點的 肩膀360度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呢會被後面這個部件稍微阻礙 手臂平舉是可以到這個程度 二頭肌可以旋轉 旁邊的這個子彈呢也是可以另外做一個旋轉的 手肘彎曲它是一個雙關節可以做到這種程度 拳頭它是可以旋轉的 非常的不錯喔 腰是有一個腰轉的 但是在轉動的過程呢很容易跟後面這塊卡到 所以說呢幅度大概是這個樣子 並不能360度 下面這塊肚兜呢是可以把它打開來的 裡面這邊是有一個卡扣是可以把它扣起來的 腳往前踢大概是這個程度 往後呢會被後面的擋住 往外可以到差不多劈腿的程度 膝蓋彎曲呢大概是到這個程度 會被後面這塊東西給擋住 在腳部的可動性來說呢很容易被它的一些部件阻擋它的可動範圍 腳掌是有一個接地功能的 那這個是非常不錯的一個設計 前面這塊東西也可以稍微的往上往下 還可以做一個旋轉 那基本上呢我認為這款電影第五集的探長可動性是還不錯的 該有的可動性全部都有 除了說呢在腳部的關節部分 很容易被它的一些部件所阻礙它的可動範圍 其餘的來說我認為這款探長的可動性 比電影第四集的那一款還要好上許多 它所附帶的武器呢是可以督在它的手裡 那是一個廢話 握起來呢看起來是還OK的 那這個武器呢本身的細節刻畫是還不錯 但是沒有任何的塗裝 我個人是覺得膠感稍微重了一點 它所附帶的這兩把小槍呢上面都有些洞還有一些凸 那這些武器呢都可以發揮個人的創意 像它身上有些洞啊 哪裡有洞你就往哪裡鑽 愛插幾下就插幾下 愛怎麼插就怎麼插 那這個武器呢也是可以做一個結合的 首先呢就是這邊有個凸跟這個洞呢把它扣起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這邊呢也把它扣起來 小槍呢就可以督在這個洞裡面把它督進去 安裝起來之後呢看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那這邊呢有一個凸 那背後這邊呢有洞你都可以插喔 那我個人覺得呢這個洞看起來比較舒服喔 通常來說呢插中間的洞感覺是比較舒服一點的 比較合理一點喔 那安裝上這個東西呢整個背後的造型看起來也是 還不錯的喔 嗯蠻屌的喔並不會說非常的突兀喔 接下來呢我們拿出電影第四集的白金五人包的探長 兩款玩具擺在一起呢是這個電影第五集的這款探長 體型看起來是壯碩許多的 那以武器配件來說呢則是電影第四集是完全的勝出喔 電影第四集的這款探長附帶的武器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電影第五集呢就沒有附帶到那麼多的武器了 那我在網上呢有看到說這個探長在第五集 他取代了飛輪成為醫療兵的角色 原本的玩具呢上面還有一些紅十字的塗裝 那後來呢因為一些法規的問題吧 所以說呢就取消了這個紅十字的塗裝 接下來呢我們再拿出一樣是電影第五集的大哥 我們的大哥,永遠的大哥 大哥之中的大哥,Optimus Prime 那基本上呢他們的大小比例看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我們的大哥呢是比這個探長再高上一個頭的 那在電影裡面的設定呢探長原本就是比我們的大哥 再矮上一大截的 兩個擺在一起的比例呢看起來也是還蠻合適的 這一款電影第五集Voyager Class的探長 載具由Oshkosh的武裝車 改變成為由賓氏所出產的Unimog 那我個人呢是非常喜歡真實世界的載具 人型的細節刻畫塗裝以及可動性 整體的表現都有一定的水準 那我個人覺得它跟電影裡面探長的造型呢 還是差了那麼一點點的味道 其餘的來說呢我覺得這個玩具是不錯的 尤其是它的變形步驟是非常新奇有趣的 把玩起來不會太過的繁瑣也不會太過的單調 所以我也是非常推薦這款玩具的 那目前在台灣呢只有在玩具反斗層可以買到Voyager Class的玩具 其他外面的一些玩具店呢可能要等到20號之後 才可以買到Voyager Class的等級 如果等不及的人呢可以直接去玩具反斗層購買 但是價格來說呢可能會高一點點 那今天這款電影第五集Voyager Class的探長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 下次見掰掰 我的名字是OptimusPrime 我們是自動物的自動物理由 從這個星期的Cybertr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